快骑赛第二轮的精彩对局 双方形成连向对骑马局 不停三丁的开局 红方骑马局 黑方也能局 那以往 红方一般夺走局9平6 值得一提 黑方可以局1平6 红方会不适 将来进局 那双方比较平稳 但实陣 王特也不落俗套 选择局9平4 球变 那黑方常进的思路 可能是局9技1 霸王局 准备腰队 发展下去 双方也是比较平稳 但实战 布局专家果然有备而来 祭出一部新招 号8退2 比较含蓄 可以四击号8平7 或者局1平8 红方接走 不适 准备出贴身局 黑方 局1平8 腰队红炮 也是针锋相对 红方如果不对 那黑方可以不适 必要时炮8平6 针对红方 双坠的出动 黑方显然可以满意 所以实战 老王选择先对炮 黑方 局9平8 红方 局1平4 准备巡核军 所以黑方果断 越马反而 强占制高点 红方 进炮达了 黑方 平鞠保住 红方 进鞠在桌 看似新手 但黑方从容地 回马摇炮 以退为进 红方只好退炮 黑方在进鞠 卡住相对 随时准备 足迹定义放击 由此可见 黑方这种 后中线的布局战略 还是取得 比较满意的效果 红方接走 局4退二 先闭手 敌方不适 红方 兵五级一 为了掩护 兵零线 但黑方 在越马出击 还暗藏 足三级一 和炮二平三 瞄注 红方的底下 所以天一 赶紧 炮八平六 争取 局4平六 或者 局4进而 捉马 那政客 如何应对呢 好 如果你想的是 浸泡大箱 那攻击 你答错 因为红方 可以局4进二 保住 下一步 局4平六 捉马 黑方 不一定有后续 我们比如说 那这期 黑方如水手 足一进一 红方足有 冰三进一 桥线三兵 局4 跳马 下一步 马二进四 红方反而主动 我们回到实战 政客也不急着 进跑大象 选择炮二进四 先打局 妙用顿索 来考验红方 那盟民果然 兵器紧一 也毫不愿意妥协 黑方在 进跑大象 四取紧人 等红方 后绝进二 然后 阻伸紧一 桥杜三足 利用红象 被牵住 显然不敢飞 所以 局4 平发 捉炮 黑方 平炮 红方 退马 摇炮 争取 对调黑炮 黑方 冲三足 先了局 红方 进局 捉马 试探 黑方的 应手 如果说 退马 那局8 退三 异对 黑炮 红方 可以满意 所以 实战 政客 几乎 神无元律 过断 马四 进一 威胁 吃马 在陈底局 红炮 暴不住 所以等于 逼红方 局势 进一 黑方 从而就可以 及时的 打开局面 那果然 炮打中向 较交 红方 出帅 但眼看 黑马 被捉 如何应对 也是一个考验 那同样 动作 黑方 应该考虑 足三 平四 值得一挺 盖住 红炮 红方 来不及 平炮 否则 退炮 打印 黑方 攻势 明律 就算 耗打 变速 黑方 可以 要用 破坏 战术 BOOM 从而破门入局 如果四六进五 黑方 BOOM 大胆气局 一锤定音 因为如果退马踩局 黑方成底局 形成要杀 我们回到实战 黑方突然胃疼发作 没有平足 选择 进足 看似 可以 着死炮 却忽略了 黄特 一招飞 边向 咬局 临上 震特 颜色大片 以下黑鞠 被逼迫 要离线 黄方顺势 不仅 着死着黑马 还准备 套六瓶球 反击 那在关键时刻 政策 果断地 进鞠 捉马 以攻为手 也是唯一 一步正招 黄方顺势 马三进 鞋得 一子 再说 但黑方 不为所动 敌鞠 一将 在鞠杀 抵视 捉红套 问 慌不慌 那来到一个 转折点 我们先看实战 黄特 选择按计划 套六瓶球 为了 沉底套 对弓 却低估了 平方 简单地找 足三瓶子 防止 黄方 双马连环 之后 就要 没写 G4平5 双G错 事故可胆 以下套 9G1 黑方 下手 红方 才意识到 如果G8平6 黑方简单上市 眼看下一步 G4平5 得严厉杀招 红方 还是防不胜防 所以最后 老王选拥 选择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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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下 为了腾出 G4平5 然后 马5 对3 这么一个防守 心里这么想 我下一步 G4向 或者吃马 一方肯定是胃痛 但没有想到 胃疼 下一招起 可谓石破天机 BOO 无口线套 手法奇妙 红方只能投子任父 因为就算G4平5 再G8平6对杀 一方也是 G杀中士 然后平中组 形成妙杀 也由此可见 黑方线套 妙用的是 阻塞战术 另外 如果上帅 黑方 G5对义 也是 绝杀无解 好 我们回到 转折点 实战当中 红方 H6平9 是一部败招 应该改走 H6平7 打G 针对H 离于显地 黑方如果平足 那马8近7 再打 黑方只能 给高相 现在区别是 红方 7路马 已经到位 红方可以 回G 就叫 明空 险G 跨解黑方G4平5的攻势 发展下去 红方刚好 回马 咬G 可以形成 多子 占优的局面 感谢 T 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